那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出发 往斐利伯的海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 他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 人们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是使者若汉 有人说是厄利亚 患有人说是众先之中的一位 他又问他们说 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 白多禄回答他说 你是基督 耶稣就警告他们 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 耶稣开始教导他们 人子必须受很多苦 被掌路 施制掌或经斯门弃绝 且要被杀 三天后复活 耶稣毫不忍畏地说了这话 白多禄就把他拉到一旁 开始扎避他 耶稣却转身 看着自己的门徒门 斥责白多禄说 撒但 推到我后面去 因为你所想的 不是天主的事 只是人的事 你所想的不忍畏地说